截至去年年底 韩国国内的电动车数量达到了3000台 2017年有望突破5万辆 不过与当前韩国每2.8名就有一辆燃油车相比 电动车的普及率是远远不够的 这主要是受阻于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 最近韩国又推出各式的充电桩 为的就是解决充电难问题 这是韩国最新款的电动车充电桩 它可以与手机联动 我在手机地图上可以找到离我最近的充电桩 在充电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两种充电方式 一种是马上充电 还有一种是我可以选择电费较低的夜间充值 同时我可以随时确认充电费用 就应该选择电费转的充电器 新 수가是左�무应该 flower的返笋 我们进行他的充电数管制体的那一种 我做了一件事